你先冷静冷静啊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 你非要卖桂光国际上 就你这个态度 就明摆着要向老板要这个职位 可是姐 那机会就摆在我面前 我也确实卖得很好 我适当展现一下我的能力 这有什么错呢 没错啊 可问题就在于 你表现得太急躁了 现在这个事情一弄呢 别人都认为 这个职位非你莫属 那老板你就想了 如果我给你这个职位 你觉得是应得的 你也不会领他情 我为什么要给你呢 既然是我应得的 他不给我他还需要我 他不怕我恨他吗 你恨他能怎么样 你辞职 你打算不干了 这么多公司 哪个下手没点牢骚啊 又有多少人辞职啊 领导就是用这方法点你一下 告诉你 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威胁领导 师姐 我觉得你分析得 太有道理了 真的 一阵见险 就我本来想提醒你来着 但我觉得你这要升职 想搞出点动静也没问题 总之还是领导太难伺候了 好了 冷静点啊 事情到今天了 坦然面对静观其变